事实上是有两三间大学的学生会的干事 或者是他的主席 都是做了或者说了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言论 我对此表示极度的遗憾 也是需要谴责他们 我对于这些言论感到非常痛心 个别这些学生 其实协着他作为学生会干事这个身份 而且利用了每一年大学开学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场合去给他支持 这个所谓的平台 来去散播这种不实 甚至是违反基本法的言论 这个对于其他的同学是非常不公道 这两年我接待海外的访客 还有在内地考察的时候 很多时都听到他们的反应 他们认为香港很多青年人 都有这种想法 久而久之对于香港的青年人 特别是香港的大学生 有了一种比较负面的看法 所以这一种小处的同学 发表了这些荒谬的言论 是违反了一国两制 和基本法的宪制的要求 是会带来极不良的后果 会冲击着香港 作为一国两制之下 能够保证到我们的繁荣和稳定 希望各个大学的当局 和其他的同学 如果是见到有些不合理 甚至不合法的行为 都要发声 不要以为这件事会消失了 当然在特区政府来说 我们当然会继续依法处理 这些违反基本法的行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